在使用前,请参考以下步骤进行平衡调节。 将手柄嵌入云台接口,安装到尾后,锁紧侧边锁扣。 将标配三脚架拧紧至手柄,并展开三脚架,翻转云台至水平面上。 将跟胶轮的螺丝对准云台8Pin转接口的M4螺丝孔,并利用内六角螺丝扳手拧紧跟胶轮的上下两颗螺丝。 将相机安装板安装至相机,并拧紧相机安装板底部螺丝。 将镜头固定支架安装至相机安装板,以固定相机镜头。 分别锁紧云台平衣轴、横轨轴、抚养轴轴锁。 将相机及相机安装板滑入云台相机安装底座。 锁紧相机安装底座中相机固定锁扣。 先翻转镜头,使相机垂直朝上,判断相机重心朝向。 如果相机向前倾斜,则表明重心靠前,请向上推动抚养轴利弊。 反之则向下推动,再次锁紧抚养轴电机轴锁。 如果相机能垂直朝上保持水平静止,代表已经达到平衡。 使相机水平朝前,固定抚养轴电机,判断相机重心朝向。 如果相机镜头向下倾斜,则表明重心靠前,请向后拉动相机安装板。 反之则向前推动,锁紧锁扣。 确保相机向上或向下倾斜45度时,能够保持平衡,进入下一步。 固定横滚轴电机,判断相机重心朝向。 如果云台横滚轴左端向下倾斜,则表明重心靠左,请向右推动横滚轴利弊。 反之则向左推动。 再次锁紧横滚轴轴锁,向左或向右偏移相机约45度。 如果相机仍能稳定停留,表明横滚轴平衡,调节完成,进入下一步。 握住云台手柄向前倾斜,观察云台偏移方向。 假如云台向右偏移,则需向前推动平衣轴利弊。 反之则向后拉动。 然后拧紧云台拼一周周锁,当云台在任意朝向都能保持平衡,表明平衡调节完成。 短按一次手柄电池开关按钮。 开启电池,长按云台电源键,开启VS。 在调节过程中,当您遇到任何疑问,可以搜索大疆服务微信公众号获取技术帮助。 感谢您的观看。